多年婚姻,妻子最不满的就是丈夫心里只有大家,没有小家 不管大事小事,反正都是依她的大家庭为中心 公共借高利贷,丈夫瞒着妻子替付还债 我是不知道的,她先斩后就了 大哥工作缺人,丈夫不顾妻子反对去帮忙 包空工作是不让她去的,她不听啊,就走了 大姑子找茬,丈夫不维护妻子,反而偏向大姑子 她妹妹就发脾气了,说我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 她没管我,没问我,还去安抚她们 然而,面对妻子的一连串指责,丈夫却轻描淡写 这不是个事,如果不去想那么多,这个事情已经过去的话 我不可能不想 哎呦,我这想,我这记得什么事,你说的我这丢人呢 丈夫看不惯妻子的斤斤计较,更受不了妻子的情绪化 不管吵到什么时候,与库尔拉闪上吊 而且还带来一把刀去,你说你说什么行 你要是像以前那样打我,我就是敢砍你两刀 那么,到底是丈夫一心向着大家庭,还是妻子反应过激 为什么调解团队竟然出现分歧 张女士容易上纲上线 财先生,他是为你而战的 你应该做的是和他站在一起 那么,今天他们的婚姻将何去何从 我想离婚结束 我不想离 但是我如果真的想跟你离的话,持持婚都离掉了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每日营养,一瓶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均摇六种坚果 本节目由虫草菌粉金水宝特别支持 肾虚肺虚身体虚,虚了事实金水宝 本节目由生态豪米,鄱阳湖大米特约播出 鄱阳湖大米,一壶好水,一粒好米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张女士,一位是柴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离婚 他大男人主义 依大家庭为中心,小家庭辜负 我是不想给他离 大家庭,小家庭指的是跟谁的矛盾 父母在一起,有时候也有 跟父母有矛盾 有,还有他的阿哥,还有他大妹 那就是几乎家庭成员之间都存在问题 对 对于家庭矛盾 柴先生明明是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结果不但没能如愿 反而让妻子都想要离婚了 为什么他们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呢 据张女士说 多年前,当她和丈夫在外辛苦打拼事业的时候 公公却在老家借了一笔高利贷 正是这笔债引发了她和丈夫的第一次争吵 他爸爸借了高利贷 事情出来了 他爸还不起了 人家打过年了都到他家来要债 到他家来要债 他妈就打电话给他呀 哭啊 我也打过电话给他老爸 打电话给他老爸 他说我,你放心好了 小媳妇,这个钱我不会叫你还一分的 我都叫我大女婿和我大女儿还掉了 我说那就好啊,跟我也没关系 到底谁还的钱 他大妹夫还的 那你生什么气 他还了要我们来分呢 然后呢,贪了吗 他说你说这个钱该不该还 我说你老爸都说了不让我还呀 我为什么要去还呢 他的语气也不好听 反正我们就呛起来了 呛起来了我就说我不还 他说你不还我已经还过了 他说他已经还过了 那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我是不知道的 他先斩后奏的 他说的不对 我说你听一下 我们家老爷子认识一个朋友 拿了一个什么切东西说的元宝 什么老爷子相信他的 在外面都借了一些几分几分的高利贷 还没过两月事出来了 外面讨债的都来了 借了一万 大概可是一万两千多 一万几千多 后来我打他大妹夫回家 我打电话给我打妹夫 我说我哪都在行 我说你统计一下 多少钱 见人一半 你哥呢 我哥这个人他是做书都乌龟 他不说话 只有我站出来 你在这个时候知不知道 就是你爸爸在他面前说过 这个不用你们单 你知道有这回事吗 这个情况 知道不知道 我跟他说了知道 我跟你说了 好 就算他知道 我老爷这个人 假设知道的话你觉得 老他在家哭得要命 家里闹了一塌糊涂的 不管不行了 我大妹夫这样说的 他一样不见好了 我们姐妹四个嘛 我小妹妹比较条件差一点 他说要么我们三个人去贪 我说行吧 先贪就贪吧 贪了以后 他不同意还 他一直认为 我狮子地把这个钱给我妹妹了 我妹夫说得很清楚 如果我老婆不同意 这个钱他不要 他自己单 对他自己单不要 我说我真的没还 他就是不相信 使我不相信 无论这个事情 我们俩闹的是不可白交 我们争知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 他说我就偷还了 我已经还过了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跟我说了 那是后来吵架发火了 你每次每次都不相信 我说我就得给了 你觉得在这个时候 柴先生应该怎样的态度 我打电话 他应该跟我说好话 什么叫做说好话 我就说了 你老爸说的不让我还 那你就说 他老爸错了 对不起 我老爸错了 对 这次你就大人有大量帮帮他 对对对 这就是我的逻辑 贵了这个钱 我差点没贵的面具 什么都跟你说过 你就是不肯 我最起码跟商量一百次 还了以后 到什么时候这个钱 什么时候再还呢 应该去年才还掉